我叫冥长霞 来自中山少女 火荡的情人 搞婚审 当过科长 支队长 公安局长 警察这一职业 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同时违反受到 沉淀的责任 和神圣的使命 我认为警察 就是我的天职 为自己所执着 最初的事业而献身 执 2002年12月 任长霞被评为 中国十大女节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他发出了 这质地有声的语言 想不到 仅仅16个月后 他就以一个 人民警察最奇特的方式 践行了自己的怒言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 英雄的人争 因短暂而更显得绚丽 绚丽的令人不忍回眸 看清眼前的兄弟背后的 欢迎大家回忆 王毅区本身 背后的故事 我是柯总 2004年的4月14日 河南省登峰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 在办案的途中遭遇车祸 不幸以身殉职 三天之后 在他的追悼会上 小小的登峰市 有20万的群众 自发地走上街头 为他送信 任长霞是一个普通的女性 一个普通的党员 一个普通的人民警察 为什么会受到老百姓 这样的爱戴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任长霞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 是任长霞生前的战友 也是他的好朋友 我们请到的是河南省登峰市公安局副局长 岳建国 我们有请 杜泽龙城下局长 当时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当时任局长是9点多 和我们本局的抓行政的国局长 然后咱们行政队的这个告队长 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去了 到这个上午11点多 给郑州市局的领导汇报完 130案件这个拍撒提纲 他上午给国局长他们分手的时候 让回去 先把这个拍撒提纲讨论一下 然后晚上他还回去 在祖志明镜 进一步研究一下130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会这么的迫切 因为130这个案件发生以后 就在130案件这个现场附近 又发生了一起 这个刨死案件 而这个引起了咱们 郑州市局的领导的高度关注 当时人为指令的案件 有可能是连换案 人家上来也很奇迹 想抓紧事件 把这个案件这个拿下来 130案是2004年1月30日 发生在登峰市告成镇的一起 强奸幼女杀人案 案发现场惨不忍睹 犯罪分子凶狠手辣 现场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案情十分复杂 命案必破 两个月下来 任长霞心急如焚 2004年4月13日 任长霞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 同参战干警一起 整理出了一套破案新方案 2004年4月14日 他同专案组主要成员 带着新方案 又再次去郑州市公安局 同刑警专家们推敲琢磨 敲定新方案 想不到 就在案情出路端倪之时 任长霞却于当晚8点40分 在返回登峰的途中 在郑州高速公路7公里处 出遇车祸 晚上9点 任长霞被紧急送往 郑州市中心医院 进行抢救 我感到郑州市 急救中心的时候 已经是 大约9点20到9点半左右 长霞局长就在 在急救时正在抢救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 我觉得这种美分认可这种现实 这个确确实实 我们不少民进也忌苦了 我当时也掉了 据专家们讲 就在死骨的现场 长霞局长已经大脑已经死亡了 这个抢救的时候实际上是心脏 还有调动 0点40分的时候 没有抢救的意义了 才放弃了 大概到凌晨的4点多钟 我们护送着唱下去的 徐警官回到灯方 大家都默默地把警灯打开 可以说远远地往起 唱下去的 是夹着一道彩虹 回到我们灯方 又翻回我们熊悦大地 又翻回我们熊悦大地 人长霞的不幸与难震撼了整个登峰 追悼会那天 白花如雪 白杖如云 十里长街枯长霞 这在登峰历史上上俗首次 最感人的 还有那些同事和战友 他们曾经朝夕相处 生死相托 他们领略过世界上最高尚美丽的情感 也见识过最卑鄙龌龊的事情 但最后的告别时刻 所有的警察都管不住自己的眼泪和声音 古城登峰 位于郑州 洛阳 平顶山三世结合部 以松山和少林寺而闻名 流动人口每年超过百万 一度带黑社会兴致的团火横行 是河南恶性案件的重灾区 激案累累 登峰市公安局 在全市三十多个职能部门 航风评议中 多年倒数第一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 任长霞臨危受命 2001年4月11日 上任登峰市公安局局长 上任之初 他就烧起了从严至警 街坊群众 打击黑恶势力三把火 由于打击黑社会暴力犯罪 这把火烧得更旺 他2001年4月11日上任 2001年5月1日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局打掉了王松这一代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王松涉黑团伙案 是2001年全国十大涉黑案件之一 消息传开 老百姓奔走相告 同时记住了任长霞 这个敢于打黑碰地 为民除害的好警察的名字 王松这个人 大约在96年左右 他称保了我们登峰市有个白萨水库 在白萨水库的边上 建了一个别墅山庄 找了红白两艘船 一艘红船上面有餐饮服务 也高些买淫挑战这些活动 一艘败船主要是搞赌博一些违法活动 称保这个水库期间 他以坎坷为命 鼓勇了一些大手 刷刷 他都要抓起来 一眼性靠打 让他们成人是准备投业的 靠打以后还要发他们的款 用这个铁签再把任数回去 比较滴安性的大约是在98年左右吧 咱们高城镇有个侯孝威 她和她的未婚妻 在这个睡库边上 也就是正在谈恋爱吧 这个坎坷的人员开罗启庭 走到跟前以后 拿住这侯孝威他们两个 说他们是准备投鱼 然后拿出手烤 把侯孝威和她的未婚妻 用一个手烤烤到一块 这个拿到启庭上 穿走到这个裤中间 穿烦烂 侯孝威和她的未婚妻 因为当时带着烤 被祸祸的淹死 他们造成群众情伤了 就有107人 重伤了有5个人 指示的群众有7条人民 汪松这个人 由他自己的企业做后盾 他是所谓的企业家 说这个人头顶上有很多光环 说当时老百姓都不甘拒绑 长夏巨蛋走访了不少群众 群众当时不相信 长夏巨蛋能够动 汪松这个团企业家 干抓汪松 日前团伙头目汪松 是人长甲打黑除恶最精彩的一笔 2001年4月29日 人长甲打黑除了娄子 请局长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在多年的办案过程中 任长霞什么场面没见过 但没见过如此嚣张的场面 什么犯罪行人没交锋过 但没有哪一个敢如此蔑视公安的尊严 他怒火中招 拍案而起 厉声喝道 汪松 你睁大眼睛看清我是谁 在我这儿没有金钱能打通的关节 只有公正的法律 听到吼声 早已守候在外的民警冲进室内 将汪松一举擒货 汪松团伙复联好 随后发生的518特大盗枪案 历经45天专占6个省市 在公安部发通告的第二天 一局破获 528石道贯子岭杀人案 出警神速3天告破 723特大绑架人质案 也成功破获救出人质 2002年3月 任长霞又亲自带领150名干警 奔赴军召石道两厢 将以李新建为首的68人 砍刀帮射黑犯罪团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